以大家長身分 帶著李明開心前往歐洲 但就是這張照片引發眾怒 明明疫情嚴重還率團出國 機艙裡面位置都是空蕩蕩 里長還很開心的說 一人一排自動升級商務艙 大家已經叫他不要去 這個很像 鄭的一包廟 人家媽祖那個是 非常正當的理由 都停掉了 大家還是勸他趕快回來 不要再鬧了 多一天就多一次感染的風險 里長默默放下手邊行李 走到媒體替他準備好的採訪台 好奇的民眾還不禁探頭看 到底是採訪哪一個大人物 竟然還有專屬的採訪區 但事實上 這是因為里長從第三級 旅遊緊要區西班牙返國 媒體與機場保全都戒身恐懼 過去記者看到受訪者出現 總是蜂擁而上 不斷堵麥或連續 按下快門 但這次則保持了 一到三公尺的距離 甚至機場公司也圍出採訪區域 各家的麥克風也事先放在台上 記者群全程佩戴口罩 全副武裝 連媒體採訪都那麼小心翼翼了 難怪外界會質疑 里長為何要選在這個疫情 嚴峻的期間 代替出國 我不知道我們這次出國 可以造成浪費社會資源 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我現在這裡先跟大家道歉 對不起 網路上不時的留言 言不及的批評說我是為了 引一萬四出門的 其實這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當初3月10號出去的時候 包括我都不知道有一萬四這個事情 所以個人自己也絕對不會去領這筆錢 醫療人員看的是相當的心寒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面對這個疫情 大家知道以前在SARS 很多的醫療人員 醫護人員因為這個疫情而過世 所以面對這個疫情 其實我們的醫療醫護人員 防疫人員 通通都是冒著生命危險 和高度的壓力之下去做事的 但是我們也希望 全國人民千萬也不要 因為台灣有完善的防疫機制 還有全面的醫療人員 站在第一線 就輕忽這個病情 想說哇我要出去玩啊 我馬照跑舞照跳啊 我們當初要出門的時候 前第一天政府才宣佈二級 很多事情我們都沒辦法改 所以我們還是決定出門 14號第三天 我們收到政府發布 西班牙三級的時候 其實當天晚上我就決定 我們就要馬上改班機 回台灣 林長解釋 西班牙的旅遊警戒升為第三級後 他當下就決定帶李明回台灣 做法上並無失當 為何還會受到外界責難 記者會的最後 他氣速委屈 我覺得這是往前罵 然後而且我不知道 我一覺醒來電話一堆 網路一堆全部都要錄罵我 我真的不知道我做出的事 所以謝謝你們 網路留言外界謾罵 讓他身形具體 但出國前沒考慮周延是事實 時間拉到3月10號 這位里長帶團出國前 其實義大利已經疫情大爆發 宣布封國了 而他們要去的西班牙 同屬南歐 又輪進義大利 其實疫情爆發只是早晚的時間而已 難道不擔心團員的身體健康受到影響 甚至回到台灣後 影響到其他人 光一個檢測陰性的病人 我們在檢測的過程中 就會花掉20套的隔離符 等於全台灣為了一個自己出遊的人 又少了20套的防護符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